一輛騰龍通運遊覽車3月16號在蜀花公路114.7公里處 發生衝撞閃避事件 不只車體被撞出了一個大洞 還造成車上乘客60 39輕重傷 這場嚴重的事故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在當天也隨即開始調查 將現場的煞車軌跡路況等相關資訊蒐集完整 釐清事故發生原因 由於事發後遊覽車駕駛聲稱煞不住 公路總局台北區監力所緊急召回三部同款車輛 臨時檢驗煞車系統 運安會主委楊洪志今天表示 根據目前調查結果發現 在遊覽車車體結構上有系統性問題 45公里不管你怎麼樣碰撞 這個座位不應該跟車體分離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從機械結構來講這個是很不尋常的 目前運安會已將調查狀況回報給交通部 以及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由於這次出事的騰龍通運遊覽車 與去年陽明山的遊覽車下坡時追撞的公車事故 都有發現雷同的車體結構性問題 因此運安會也會分梯進行檢測 運安會也說如果未來所有的遊覽車都要分批 召回檢測 預估會有15000輛要重新檢測 其實在發生這次事故之後呢 我們交通部內部就有成立小組 相關的車體打造的公司 還有可能後來是不是有在車側跟車安中心 他們的一些文件 我們除了進行書面的查核之外 我也責成這個陸證師要去了解實際上車體的情況 雖然目前調查結果看起來造勢原因 似乎是車體本身問題較大 但運安會也不排除是人為疏失 不過仍需進一步比對資料才能釐清 至於完整的其中安全報告 運安會將在明天對外說明